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 這是第一次 人民有這麼強大的一個意志 要求兩個DNA完全不同的 在野政黨要合成一股勢力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我昨天怎麼想 我都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你說過去什麼國慶和 國慶最起碼早期 細出同門 細出同源 你說藍白就像你講的 完全血統DNA一點都不搭嘎 合了 是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人民強大的意志 這是人民的指令 這是人民的 甚至我可以講人民的命令 OK 是這樣強大的一個意願 所以當然有人講說 這只是藍白河的時候 我覺得你也太小看 這次的藍白河 為什麼 這裡面哪裡只是藍色跟白色 這才是真正的叫全民河 為什麼 因為要共同的一個 希望達成的一個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 OK 所以藍白河只是人民希望 達成這個政黨輪替的 這個神聖任務的手段而已 好 那美恩姐 你一開始也覺得藍白會合嗎 雖然你夢到了 我應該這樣講說 我很清楚的明白 人民的這種需求跟那種動能 你懂我意思嗎 一開始大家也是覺得 各選各的嘛 可是當發現有一塊完全不動 就是如如不動 撼動不了它的時候 你想想看八年的這些施政 有這麼多要被批評的 有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講倒行逆施好像也 就是倒行逆施 好 那所以這都在堆疊 這樣子的人民的意願的一個凝結 所以我才會說 我看到了 我也聞到了 我也感受到了 這個強大的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而且它沒有消退喔 要不然其實你看 他們彼此抗衡的時候 根本按照道理是合不了的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到後來說真的 藍白雙方的支持者 那個對立的情緒都出來了 兩邊都在吵 然後你就想說 哇那現在已經 劍拔奴張那種感覺出來了 那甚至兩邊的主戰派都說 自己戰了啦 自己選到底啦 結果你看最後 對 最後我覺得好不容易啊 最後其實還是回應了 人民的要求 我覺得其實講政黨輪替 就是一句比較簡單的 那它裡面比較不簡單的 這個內容的實質是什麼 是大家希望國家 可以有一次再生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這個施政 讓人民感到 非常非常的一個憤怒 那這個憤怒的內容是什麼 你看這個從光電 能源政策 景氣 對不對 這一路下來請問你 大家會不會很憤怒 是這個憤怒 是這樣子的不願意 來匯聚而成的這個力量 迫使政黨必須要回應 梅姐 你在基層跑下來喔 這幾個月 罵得多吧 幾乎都在罵吧 都在罵 都在罵 我跟你講 我曾經去跟一個 因為有時候他們那些 阿嬤們會坐在一起 然後我這個人就這樣 你知道看到一群阿嬤 坐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拉個椅子我就過去了 我就跟他們聊天這樣 我說阿嬤 我跟你講 這次如果去離婚姨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她說 姨美人 你都不用做 你給我做一條就好 做一條 把我的錢給我做 很實在啊 對啊 就是這樣啊 你都在大撒幣啊 還就是啊 對不對 八千億 八千億的這樣花 怎麼國家會有 無窮無盡的錢可以這樣花呢 人民是有感的嘛 對不對 好 因為你知道 錢嘛 是不是 我剛好看到 我們的網友瑪維拉 說 美人姐夢境成真 那樂透號碼有嗎 樂透要幾號碼 是不是 好啦 好啦 開玩笑啦 我看到陳明修說 只有藍白河才能夠實現 聯合政府 的確 因為柯文哲昨天 也特別回應了 那當然這些學生很厲害 就是說 拜託你過去曾經說過 你最討厭蚊子蟑螂和國民黨 現在你卻跟國民黨合作 是國民黨變了還是你變了 那柯文哲說 這個我有答案 好不好 我更討厭民進黨 一句話打死嘛 同時 我會監督國民黨 所以在昨天的那個 六項共識裡頭的第六點 其實柯文哲說是他自己加的 就是監督的那些單位 我來 什麼監察院啦 法務部啊這些 那 所以回過頭來啊 我先請教美人姐 那當然能夠 這是好的一步 好的開始 可是關鍵的時候 還是在11月18號 因為要決定正負 那現在兩邊當然你說動員 因為他們有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然後也是比民調 兩邊可能都在吹票啊 動員啊 唯一支持 唯一支持柯文哲 我覺得都很OK 但問題是不管是柯正 或者是侯正 其實大家這兩天的討論 就是說多多少少兩邊的 始終的支持者 可能都會流失個耗損 轉個10%甚至還更高 那當然這個離投票日 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的感覺是這樣 到時候你真的要到投票 那一刻可能感覺也會變了 但是美人姐覺得說 那接下來這雙方支持者 選票的轉移 尤其你知道嗎 很多科粉 一般被認為比較難轉移的 如果後來一張正的話 那因為我最近在 不管是我身邊的 做一些調查也好 或是在我各個聊天室 直播下面大家 很多人是說 我是申嵐 但我會投科 如果科文是正的話 或是我會含淚投科 可是有一些科粉可能不是 那有一些科粉 甚至我們發現 有30%左右的 它可能是本來是 比較傾向率的 那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過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美人姐覺得接下來是重點 我們先定義什麼叫 真正的科粉 好 什麼叫做科粉 對 怎麼樣 所以真正的科粉就是 我知道我這個 心目中的這個主席 對 我們講科主席 他做了非常困難的決定 而事實上這個藍白河 對雙方合作的對象來講 都是展現高度智慧的一次 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是啊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起 在共同寫歷史的 那我認為真正的科粉 最後還是會理解 他的主席為了這個國家 他做出了什麼樣的讓步 甚至於他也做出了 什麼樣的努力 那如果你是真正的科粉 你一定會願意被他帶領 往這樣的一個方向去 對 對不對 我覺得真正的科粉 是不會跑的 對 但是你說 他們會不會有一點失落 可以想像 對不對 那其實好好的做 四年以後還有機會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 我並不擔心說真正的科粉 我跟你講真正科粉的始終 不是你想像的 這根本就是信仰 對啊 所以有人講 像吳佩毅講說 這個藍白河是白色 用藍色污染了年輕人 這樣子 對 我的天啊 抱歉啊 這個今天火力要開了 對 直接來吧 吳佩毅怎麼可以 教養還是教養 我想想看怎麼講 任何人都可以講這句話 就你吳佩毅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民進黨過去最支持 她的是不是年輕人 是 是 那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都跑了 對 對不對 是為什麼年輕人跑了 所以年輕人其實都沒有變 是你民進黨變了 是你民進黨污染了年輕人 對不對 你到底知不知道 所以你覺得這八年 蔡英文拿到多少都是年輕人的票 所以你意思是說 如果是年輕人都跑的話 那蔡英文這七年多做了些什麼 把年輕人逼走啦 所以我才講說 她講說污染了白色 因為跟藍色合 所以污染了年輕人 這句話是她沒有資格講的 真正污染年輕人的是誰 就是你民進黨 對不對 而且就是像吳佩毅這樣的年輕人 你要知道喔 那個我們的萬華是 一夜之間掛滿她 她全部的一個布條 對不對 你沒有被污染嗎 你錢從這樣的這麼強大的資源 從哪裡來的 好有錢耶 對不對 這樣的資源哪裡來的 請問你 你拿了什麼年輕的理想的 純淨的對政治 對從政的那種初心去交換呢 所以也就是說為什麼我會 昨天在一個節目裡講說 哇 那個排開來 都拍那俊男美女的照片有沒有 叫年輕世代有沒有 對啊 你知道你們那個照片 讓真正的年輕人看在眼裡 是有多麼的不齊 相對剝奪感 不是剝奪感 是不齊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 願意站出來去支持這個柯文哲 他其實就是不願意 對你們這樣子的人投降 不願意跟你們一起 這樣子的什麼被污染 OK 那個當一個政黨 只能靠這些漂漂亮亮的樣子 出來的時候 請問你 你還有什麼理念可以說服我 說服年輕人 對不對 美人姐你在地方上跑的時候 覺得對年輕人的反彈有特別大嗎 當然 是喔 好 我告訴你 反彈都還好 現在是沒有彈力 這才是讓我非常非常 心碎的一個地方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不是為了選票講這一段 OK 你知道 因為我有找人幫我拍 拍這個一些攝影的作品 OK 兩個年輕人 他們一起租在永和 然後呢 租了房子 他們沿途一直喊 說現在房價好貴喔 以前兩萬塊錢 可以租很大的房子 現在兩萬塊真的叫 車居是景榮玄馬這樣子 好 一個要結婚了 我就問他說 那你結婚要 那你們就要搬出去了 沒有啊 我繼續住啊 你不是成家之後 應該要搬出去嗎 是啊 沒有啊 就繼續住 那另外一個呢 也要結婚了 那你要不要搬出去 也沒有啊 他說就繼續住啊 為什麼 沒錢嘛 是不是 經濟能力的考量啊 所以你要知道 當 於是他們只好 把自己的慾望壓到最低 買不起車我們就說 我們坐捷運嘛 可是你知道 當他把這個慾望壓低的時候 同時他連那種奮鬥的勇氣 也一起埋葬了 為什麼 因為覺得不可能 所以當很多 我在選區跑的時候 很多父母就很煩惱說 都沒要結婚 沒要生孩子 沒要什麼 你覺得他是不願意結婚 不願意生孩子 不願意買房子嗎 不是 是他覺得他做不到 所以我只能讓我自己 不敢想 我連想都不敢想 OK 所以我把自己的慾望 放到最低 所以當這個政府不斷的用 各種補貼的方式 其實就是在慾養 那這個慾養是什麼呢 就是給他小確信 那人呢 有了小確信之後呢 我是反抗最低的 我認輸最舒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是給了年輕人 什麼樣的盼望 跟什麼樣的一個時代 跟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請問你民進黨 美恩姐講到這個 對 是不是太低估選民的部分 因為我講的現在藍白河嘛 那藍白河你說大家都給我站著 是不是有啦有啦 賴清德從躺著變成站著了啦 可是站著我們發現說 他好像打來打去也就是這一招嘛 就是販賣芒果乾 就是抹紅戰 包括呢 因為藍白河就開始啊 開始出來說中共戒選 甚至要不然說這習近平的意志 把習近平跟馬英九連在一起 還有賴清德呢 在今天也繼續批評中國 說公然戒選 因為他們怕賴蕭沛 我要請教美恩姐 就是你剛剛跟我們講到 選民的意志 其實選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那如果說現在藍白已經合了 對賴清德來講 他不是只有薄基本盤 他還是要把這個盤拓展出來 那甚至向中間靠攏 所以我要問的是 不抹紅就不會選 那你匡靠抹紅 你中間到底靠不靠攏呢 請問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民進黨 只是要每一次沒有路了 沒有招的時候 他就是這一招拿出來 對不對 而且招勢已老 那他 意思是說沒用了是不是 那個效益遞減了是不是 有用怎麼會藍白河 有用怎麼會有 五成二到六成五的民意 說要正當輪替 再來他是在接受訪談的時候 信口說的 那我就想要問說 他這個話是說給誰聽的 如果只是說給支持者聽的 那就算了 你就隨便說 大家隨便聽 不用當真 因為你沒有當真說 我也不用當真聽 但如果你是說給全民聽的 那我覺得你低估了人民的智力 我只能說八年的這個權力呢 讓他們的言行都變笨了 怎麼還以為說這樣的語言 是Smart的語言 對不對 剩下都不用多說了吧 這還要多說嗎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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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有請